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鬼拍后尾枕 有一部分的意思 就等于普通话讲的不打自招 一个人做了不为人知的坏事 就一定是想臭屎勿瞇 不想被人知的 但是有些人不知道为什么 他居然会自己讲出来 于是就会令人感到 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主持公道 这种神秘的力量 我们广府人认定他 就是大家信之则有 不信则无的那种鬼 那鬼怎么整股人呢 广府人就说到他活灵活烟 说成是那个人被鬼拍了后尾枕 那为什么说成是鬼拍后尾枕呢 那我就请教过几位朋友 都说不出个所以言 那只好自作聪明 再来猜一猜 那猜的权利是大家共有的 我实在是很希望有更多人出来 鼓热热闹闹 那我就是这么猜的 比如一个人 嘴里面含满了东西 嘴唇是山实 谁都不肯吓他出来 那这个时候 如果有人突然 拍下他的后尾枕 大家说会发生什么情况 那当然是被一种 从后向前的力量 宠开了他那两片嘴唇 把嘴里面的东西 吐出来了 一个人有话不肯说 就等于嘴里面含满东西 被鬼拍后尾枕 嘴唇一打开 不想说的东西就说出来 我估计是否有道理呢 大家说是 用到鬼拍后尾枕 这个场合 不一定是指那些坏事 只要是将一些 不打算说的说话 都说出来 那就可以说成是鬼拍后尾枕 用鬼拍后尾枕 就说得好像很迷信 其实 港府人口头上 经常说到鬼 就未必真是相信鬼的存在 只是用它来做个万能形容词 用法还是很中性的 如果见到人生得丑 就会说他哎呀 这个人我鬼这么丑样 见人生得漂亮 又会说他生得鬼这么漂亮 两个人交情好好 好朋友 就形容他们两个人 老友鬼鬼 总之 任何形容词前面 都是可以加上个鬼 鬼那么多 鬼那么小 鬼那么大 鬼那么小 鬼那么老 鬼那么暖 哈哈 看上来 鬼这件事 真是广东人眼里面 好鬼百变的 喜欢他是什么鬼 他就是什么鬼 那样说鬼 鬼原有的那种恐怖形象 已经被我们改到他无影无踪 他留给人家的印象就是 说鬼没什么所谓 好鬼呀 嘩 李先生 不见了一段时间 怎么经常都被黑鬼 别提了 下天天天天天天天这么迷 有什么办法 不那样 你那份写字漏工 天天在室内享受空调 那么舒服 怎么会被晒得这么黑 近期 都不知道是不是撞鬼 客人越来越少 而公司也托鬼进去了 噢,天無絕人之路,過了去,不用管他嗎? 明天東山再起,下鬼嗎? 何之無所謂,有時還記得人喜歡 你看看戲台上那個白鼻歌衣衫古怪的《鬼馬雜》 他一出台,表情古怪地做些動作,說幾句悔諧的話 就哄到觀眾哈哈大笑,戲台的影響大 日常生活裡面,就經常會用到這個鬼馬 去形容一些有趣的說法和做法 阿嬌,你看看,我的朋友在南洋帶的《鬼馬雜》回來送給你的 《鬼馬雜》,為何無緣無故把《鬼馬雜》給我? 《鬼馬雜》,你有所不知,你的《鬼馬雜》很鬼馬 你好 嘩,真的很鬼馬 他不只會說你這句,還有嬌妹,嬌妹 嬌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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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嬌妹 原來最鬼馬的那個是你,別理你了 來吧,嬌妹 嘩,嘩 嘩 嘩 後來呢,這個詞講講講,就陰轉成為鬼馬 鬼馬除了可以用於形容生動調肥之外 還可以用來形容古靈精怪的東西 好像說,這個人衣著古怪,就有人說他 嘩,你看這個人,穿衣穿到鬼五馬六 今天呢,我在這裏講鬼講馬,好像都是些細微小事 咦,你別說,這些細微地方,其實是吻陷著廣夫人的一種處世精神 廣夫人,不是幾怕鬼的,不單不怕鬼,而且,好像真的沒有什麼認真怕那些東西 咦,連皇帝啊,我們都是可以用山高皇帝院來做個演戶 不是幾鬍他都可以的 今天的越講越過癮,就講到這裏 下一期見身動不見米白,記住收看